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国人大即将通过的十四五规划 在各个地方的落实 做好准备 大家知道 我倡导的 作为第三代发展经济学的新哲国经济学 强调支撑一体 因此 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来跟各位谈谈 怎么用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 为各个地方在十四五规划期间 实现高质量发展 做出贡献 十四五规划对我国来讲 是一个很重要的规划 因为十四五规划是我国进入 新时代以后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规划 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 要实现到2050年 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的 现代化强国两步走战略的第一个五年规划 我们要为这个战略目标的实现 打下牢固的基础 并且在十四五规划期间 我国将会跨过 一万两千七百美元的面侃 从一个中等收入国家 变成一个高收入国家 这将在战略历史上 是一个里程碑 因为目前 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 占全世界的比重 只有15% 中国变成高收入国家以后 全世界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 将会翻一翻还多 从15%增加到34% 当然 我国是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 国内地区的发展差距也相当大 我们有14个 像北京 上海 天津 广州 深圳 杭州 厦门 珠海 南京 武汉 宁波 无锡 长州 沃尔都市 只要人口多大 1.5亿的高收入经济城市 收入水平已经超过2万美元 同时 我们也有像甘肃 山西 云南 等等 人心GDP 到现在 还在7000美元 以下 同时 也有6亿人口 每个月的收入 也就1000人民币左右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差距相当大的大经济体里面 怎么样实现高质量发展 这是各个地方必须深入思考的 并且在十四五期间 也将是在2016年 20国集团在杭州开空会的时候提出的 新工业革命 由荒兴为矮 到快速发展的一段时期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 各个地方 怎么根据各个地方的经济的实际状况 和国内国外形势的变化 来制定一个高质量发展 我想是各位关心的课题 也是希望由新结构经济学 来为各位的工作提供参考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 不管在哪个发展阶段 经济发展表现出来的 都是收入水平要不断提高 要不断提高收入水平 有赖与现有的产业 技术不断创新 新的 互加值更高的产业 不断涌现 由这样来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 同时也要根据新产业新技术的需要 不断完善硬的基础设施 像电力 像电训 像道路 像港口 以及软的制度安排 像金融环境 银商环境 法治环境 等等来降低交易费用 让技术和产业的生产率 可以得到充分发挥 这是一个一般的原则 我想各位也清楚 但是怎么样把这一般的原则 成功的应用 也一个基本的原则 就是各个地方在发展的时候 必须充分利用 各个地方的比较优势 然后把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 为什么比较优势很重要 因为只有你发展的产业 符合你这个地方的比较优势 它的生产成本才会最低 这是变成竞争优势的物质基础 但是在市场上面的竞争 它不仅是生产成本的竞争 它是总成本的竞争 总成本包含了 是不是有好的硬的基础设施 和卵的制度安排 那些影响加于会用的因素 怎么样把各个地方的比较优势 变成竞争优势 怎么样让企业家 愿意按照各个地方的比较优势 来选择产业 选择技术 这需要有一个制度安排 这个制度安排 就是各种要素的相对价格 必须反映 这些要素在各个地方的相对稀缺性 如果是资本相对短缺 劳动力相对丰富 那么就应该资本相对昂贵 劳动力相对便宜 如果是自然资源相对丰富 劳动力和资本相对短缺 那自然资源就要相对便宜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要素价格体系 那么企业家为了自己的利润的最大化 他就会多利用那种丰富的 廉价的药素 少用那些稀缺的昂贵的药素 他这样所选择的技术 就会符合当地药素丰富的结构 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的技术 所进入的产业 就会符合当地药素丰富结构 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的产业 那么怎么样才会有这样的一个 能够充分反映 各个地方药素相对区切性的价格体系 这要求必须在产品跟药素素产上面 是充分竞争的 所以一个有效的市场是按照比较优势 来发展经济的制度基础 当然竞争的市场环境 固然能够引导企业家 按照药素丰富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 来选择产业跟技术 但它影响到的只是在生产过程当中的 药素生产成本要变成竞争优势 还需要有好的制度环境 好的硬的基础设施 那么这些制度环境跟基础设施的完善 但企业家自己是无能为力的 需要政府来帮助协调 各个地方的政府也必须根据各个地方 所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 来引导企业进入 并且为这样的产业提供合适的硬的基础设施 以及软的制度安排 所以经济要快速发展 一方面必须有一个有效的市场 也必须有一个有违的政府 那么经济才能够把比较优势 变成竞争优势 那么这样的一个基本原则 怎样变成各个地方 在十四五规划期间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可操作的原则 新中国经济学 把各个地方的产业 不管它在哪个发展阶段 根据三个纬度来划分 这三个纬度是现有的产业 跟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技术差距有多大 到底是已经在全国全世界的技术全员 还是在全国全世界的技术的内部之内 还有差距 这是第一个原则 第二个原则是 这个产业到底是五合比较优势的 还是违背比较优势的 或是过去有比较优势 现在上市比较优势的 这个比较优势的原则 第三个是 这个产业里面的产品 跟技术的研发周期 到底是短周期 只要半年 一年18个的研发 就可以有新产品新技术 还是长周期 要得到新产品新技术这个研发 有的要十年 有的要二十年 有的甚至要三十年才有一代 新产品新技术 新结果经济学 根据这三个纬度 来把各个地方的产业 分成五种不同类型的产业 第一种类型是追赶型 这种产业 我们现在有或是正准备进入 但是我们生产出来的产品 一般质量比较差 价格比较低 不然这种产品也有市场需求 代表我们有比较优势 但是比我们发达的国家 它同样有这种产业 同样有这种产品 但是它的产品或是它的设备 在市场上价格是我们的好几倍 像有些装备 工作母机 我们一部卖一百万美元 瑞士的 德国的 可以卖三百万美元 五百万美元 对这样的产业是我们还在追赶的产业 第二类产业是 这类产业 我们的产品 我们的技术 已经在世界的最前沿 或是接近世界的最前沿 属于领先型的产业 第三类产业把它称为转进型产业 我们国内当然也有不少这样的产业 像家电产业 或是现在的华为所生产的 这种5G的通信设备 这是技术已经在世界最前沿 或是接近世界最前沿的产业 属于领先型产业 第三类产业把它称为转进型产业 这类产业我们过去是世界领先的 我们过去是世界老大的 但是由于我们收入水平 从低收入进入到中等收入 现在马上要进入到高收入了 工资上涨得非常快 这类产业通常有一个特性是 劳动力比较密集 我们逐渐失掉比较有优势 这类产业又把它称为转进型 因为有一部分企业 可能要进入到微效曲线两端 去建立品牌 去设计产品 去做市场营销 那么生产加工那部分 它必须转移到工资水平比较低的内地 或是海外去创造第二端 第四类产业 我把它分为 称为换道超车型产业 这类产业有一个特性 它产品的研发周期特别短 通常半年十二个月十八个月 就一袋新产品新技术 由于它的研发周期特别短 它最重要的投入是原力资本的投入 那么金融物质资本当然需要 但是相对来讲 它更重要的是必须有高科技的人产 必须有对市场的主向 把握非常好的这方面的原理资源 然后这种换道超车型的产业 它是完全新的 那么我们跟发达国家比 在原力资本上面跟发达国家比 我们应该讲起来没有什么劣势 我们跟发达国家比 是他们经过两百年三百年的发展 它的金融物质资本非常丰富 但是在以原力资本投入为主的这种 短延花周期的产业 我们跟发达国家可以齐头并进 并且在国内也有很多成功的典型 而且大部分的这种产业 是新工业革命相关的 以人、机器、资源、智能复通 智能连通的这种像5G、像移动通信、像软件这方面的产业 这方面是新的 我们可以跟发达国家齐头并进 站在一个起点上竞争 第五类产业是战略型的产业 这种产业 它跟第四个泛道超车型 特性正好相反 它的产品的研发周期特别长 十年、二十年又说更长 它投入当然要高人力资本 但它也要高金融、高物质资本 我们作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 即使跨过一万两千七百美元的高收入国家的门槛 我们还是低水平的高收入国家 跟美国人均GDP已经达到六万多美元 我们也不过就它的四分之一不到 这需要大量的不仅是严历资本 而且还要金融物质资本投入 从比较优势来讲 我们并不具有比较优势 但这类产业受益称为战略型 是因为它影响到国防 跟我们的经济安全 我们不能没有它 如果没有它 我们国外安全受到威胁 我们的经济上面 也可能会像一些核心性变 目前被卡脖子的群星 所以我们要去发展 基本上各个地方的产业 里里大概都可以分成这五种类型 那么这些类型的产业 有的作用 从清洁过经济学来讲 基本上有两个原则 一个原则是音势力导 另外一个原则是导坛琵琶 所谓音势力导的话 是这个产业 我们现在具有比较优势 这个比较优势 有的是在比较低水平的 但有的像领先前的产业 也是在全世界的群野 那么怎么样让它变成竞争优势 如果是追赶型的 我们是在低水平的 这个产品或是质量上面 有比较优势 但是我们跟发达国家来比 技术还比人家落后 那么怎样来缩小这个技术的差距 一方面我们要培养做他们的产业 二方面要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 在引进技术的时候 有时候是买更好的更新的设备 有的是购买专利 有的是要到国外去设立研发中心 雇用当地高水平的人才 或是在国内设立研发中心 来掌握这个技术 那么各个地方就要分析 我这个产业按照上述几种方法 能够更快地让我这个地方的产业 提高水平 政府要帮助企业来克服 它可能面对的困难 对领先型的产业 它必须不断地研发新产品新技术 那么在新产品新技术的研究 跟开发当中 企业对开发新产品新技术 有很大的积极性 因为它新产品新技术开发出来以后 可以获得专利 可以有国内国际市场的垄断 成功以后利润会非常高 企业会有很大的积极性 但是它要在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上面取得成功 必须有基础科研的突破 但我们知道基础科研的成果是一篇论文 是一个公共产品 一般企业不太愿意在这方面多花它的投入 可是要是没有基础科研的突破 那么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 就会成为无盐之水 所以我们的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 就要合力给这类产业 支持跟它相关的基础科研 可以设立国家实验室 或是省一级、第一级的实验室 给它提供足够的科研支持 把有做基础、相关基础科研的人 吸引到这个地方 然后建立厂学员合作 帮助他们克服在基础科研上面的瓶颈 这是有为政府应该做的 那么对于转进型 过去有比较优势 对地方的经济发展贡献很大 但是一般它的附加加持 对劳动力太密集 我们逐渐是比较优势的 各个地方有很多一线一贫 一室一贫 这样的一个产业 这类产业 有一部分当然可以用机器代人 来提高它的生产力水平 但是最终来讲 由于它附加价值的平均限制 当中有些有能力的企业 必须进入到品牌、产品设计、市场销售渠道 这种附加价值比较高的生产活动 它的生产加工部分 固然用机器换人有一定的可能性 可是到最后可能还是要转移到工资水平比较低的 比如说我们西部的一些省份 或是海外工资水平比较低的地方 去创造第二村 对进入到微笑的曲线两端 它所需要的人才 比如说设计人才 当地就可以帮忙培养一些设计人才 它可能会变成一个销售中心 各个地方的政府 也可以帮这些企业来创造一个比较好的 这个面向全国全世界的市场 对于转移的去创造第二村的 它要到一个新的地方去 怎么样承接地的政府来足朝隐奉 让我们转移过去的企业 能够很快地放发出新的生命力 这是有为政府可以帮忙的 对换道超车型 这种新工业革命里面的智能制造 智能技术 智能的联通这方面的软件跟硬件 那么它是新的产业 它是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要的要素 那么怎样把这种有天分的人集中到 你这个地方来开花这种新的可能性 如果你这个地方就已经有很好的大学 它当然有很多人差 另外你这个地方大学不见得那么多 你比较像深圳 从我们从来讲像杭州 但我可以创造有力的繁星 把企业造引来 同时把人才造引来 全国各地或是有些省份 它有很多成功的经验 像设立《梦想小镇》 给一个非常好的 让这些有创新能力的人才 能够集中在那个地方 来相互脑力激荡 提出新产品、新概念、新技术、新的业态 同时如果它有一个新的产品、新的业态出现 它当然要转化为生产 或转化为新的营业模式的时候 它也要有资本的投入 所以你也要把风险资本造引来 让它跟这种新的概念、新的产品、新的技术 能结合在一起 这也是地方政府可以做的 对于这种关系到国防和经济安全的战略型产业 由于它的特性是维环比较优势 它在竞争的市场当中 它没有办法靠自己的盈利来生存 需要有政府的财政上面的补贴 当然这里面的补贴当中 有很多来自于中央政府的财政 各个省、各个地、各个市 它很难用完全用自己的财政来补贴 但是中央这些项目总是一个落地的地方 各个地方可以配合中央的政策 把这样的产业让在你这个地方 能落地生根 像70年代、60年代很多三线建设 属于这种特性 由于中美的关系 由合作伙伴变成竞争对手 古皇安全跟军阶安全 对我们来讲至关重要 我相信也有不少这样的战略型的产业 在十四五规划期间一直未来 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产业发展方向 各个地方可以利用当地的有利条件 把这样的产业吸引过来 在这个地方落地 它在一个地方落地以后 产业本身并不是我们的比较优势 但是它会有很大的外部性 因为它会带来人才 它会带来相关的产业链 那些人才跟产业链也会对我们当地的经济发展 做出贡献 这是因事利的 尤其一个地方 如果它现在已经存在一些战略型的产业 这些战略型的产业 通常资本 包括物质资本跟人力资本都非常密集 从我们当地的政府的才艺来讲 很难直接支持这种产业的发展 因为它的支持需要靠中央 可是我们可以利用这种产业所带来的技术力量 和它相关的产业链 来进行我提出的第二个原则 就是导弹琵琶 结果当地的比如说人力资本的 或者劳动力的优势 或是自然资源的优势 然后来发展 能够把那种战略型产业所积累的技术秉赋 或是供应链的优势 跟我当地的这些药术秉赋的优势结合在一起 在改革开放以后 这样的成功的例子也不少 比如说梅养是一个三线建设 非常重要的城市 它能够生产灰机的发动机 它能够生产我们国防科技最前眼的产品 然后改革开放以后 在梅养有一个四川藏虹 它就是利用原来生产链打的工程技术力量 结合当地劳动力生产彩色电视机 变成了我们国内在80年代90年代 最有名的彩色电视机的品牌 重庆也是我们一个重工业基地 能够生产坦克 然后在重庆90年代以后发展的摩托车 成为全国最大的摩托车 最有竞争力的摩托车的生产基地 这都是导弹琵琶的例子 我想在十四五期间 除了按照各个地方的要素并负 来扒产业技术的音速力道之外 也可以在已经有战略性产业的地方 导弹琵琶下一个台阶 来结合你当地的优势 发展又竞争力的产业 我前面提到 在十四五规划期间 会是新工业革命 它由芳心为矮 变成新的产业 新的技术发展的一个大的风流 对新工业革命一方面是抓住记忆 尤其我想新工业革命里面有相当多的是 属于换道超车型的 以整理资本投入为主 然后产品技术研发做起短的智能相关的技术 这是属于换道超车型的产业 各个地方要创造条件来抓住换道超车的机遇 但同时非常重要是用这种新的智能技术 来改造传统产业的生产 以及用这种新的智能技术 来加强你的营销 创造新的业态 让我们的这些传统产业 能够在新工业革命的时代放发新春 这是各个地方应该在十四五规划期间 努力去探索去应用的 并且在十四五规划期间 我们进入到高收入的阶段了 随着收入水平提高 人们对生活质量的需求会提高 对环境对立社的要求会越来越高 所以在十四五规划期间 我们要坚持立社发展 立社发展跟新工业革命 有一些相同的特性 一个本身立社的技术 像太阳能、风力这种技术 可以发展成新的产业 国内在十三五、十二五的时候 已经有不少地方做得不错 在太阳能技术、在风力技术上面 它开发出新的产品、新的技术 本身是一个大的产业 但同时也必须用这种绿色的技术 来改造我们的传统产业 减少它的污染、减少它的排放 这也跟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应对全球气货变软所要求的 这也是在十四五规划期间 各地可以掌握的 因为我们是发展这样的产业 而我们是用这样的一个技术 来改造我们的产业 那么再来进入到十四五 我们进入到高收入阶段 高收入阶段总的来讲 产业的技术水平 会比中能收入、低收入阶段的 技术水平高 它各个行业的技术 它会资本越来越明显 那么资本越来越明显 从经济学来讲 它就有一个特性 就是它的规模经济越来越大 在中收入和低收入阶段的时候 各个地方把比较优势 转换成竞争优势 经常会形成所谓一箱一品 一线一品、一室一品 在我这个市里 在我这个县里面 在我这个箱里面 可以把这个产业相关的供应链 全部集中在一起 变成一个产业集群 但是进入到十四五是高收入阶段了 那么资本很密集 它规模经济很大 那么这个呢 就不会是在一个乡、一个县 甚至一个神里面 所以中央也提出 这个长江经济带、长山脚 也提出金经济 还有粤港澳 还有成余双层经济区 这种区域经济 那么这种区域经济 是因为我们进入到高收入阶段 它的这个产业跟技术的特性 它必须是 这种产业集群必须是夸地区的 那么在夸地区的这种 经济区的发展当中 各个地方要根据它的比较优势 来选择它发展的产业当中的 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区段 然后协调其他区域里面其他的城市 然后寻成一个产业集群 然后才能够变成竞争优势 所以在1015规划区间 也要特别重视区域的学调 在经济区里面的各个城市 各个地区发展的学调 如果能这样子的话 就能够实现总书记所提出的 新的发展理念 创新 因为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 是技术的不断升级 产业的不断升级 有些我们还在追赶 可以引进消化吸收 但也有一些我们已经在世界全员 或是可以跟发达国家 在同一条起跑线来赛跑 当然也有战略性的 虽然不舒服而比较优势 但是我们引不进来 所以必须自己去画面这种创新 然后在发展的过程当中要协调 跨地区的协调 包括经济跟环境的协调 并且必须坚持绿色发展 如果各个地方是按照比较优势的发展 那一定是开放的体系 我们可以充分利用 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 如果按照比较优势的发展 它的发展是可持续的 并且能够创造最大的就业机会 最快地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 最快地提高工资 可以让所有的人来分享发展的果实 所以总的来讲 在2016年孙中山先生诞成150多年的时候 总之细在祭奠会上提到 现在我们比历史上 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十四五规划这个期间内 我们将建政参与以及贡献于中国 从一个贫穷落户的发展中国家 变成高楼国家的一个里程碑 我们有幸见证 这样一个在人类历史上 一个伟大的转变 那么新结国经济学 当然这个转变需要我们全国上相 来共同努力 在这个努力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利用好各个地方的比较优势 然后把它变成竞争优势 实现高质量的发展 新结国经济学强调支撑一体 今天很高兴有机会跟各位介绍 新结国经济学的这种基本的思路 以及怎么把这个思路 变成我们在政策制定实践上面的一些指导原则 我非常希望本着支撑一体的这种理念 配合各位 也希望能够贡献于各位 在制定十四五规划期间 以高质量发展来推动结果转型 这方面的努力 谢谢各位 刚才有参与这次讲座的朋友提出的几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都非常好 当中有一个是说 林老师 十四五期间 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面向高质量发展的第一个五能规划 我在前面也谈到这一点 这与之前的五能规划相比 你觉得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规划要注意什么? 我想最大的区别是条件不一样 我们过去的规划是在低收入阶段 或是中等收入阶段 在十四五规划的时候 我前面提到 我们会从中等收入 跨过高收入国家的门槛 建筑到高收入阶段 这种收入水平 反映的是 你的药素秉护结构的水平会不一样 在低收入阶段或中等收入阶段 资本会相对短缺 进入到高收入阶段以后 资本会相对丰富 这种秉护结构的变化 既有比较优秀的产业也就会不同 我前面讲的五大产业都发分 这些产业过去我们更多的是追赶 现在会越来越多的属于领先 过去有一些领先的 现在会不少变成转进型的产业 当然我们也有条件 在这些泛道超超型产业上面 跟发达国家齐头并进来抓住机翼 这是一方面的不同 第二个 在十四五规划的期间 会是新工业革命 它不断发展 不断转大的一个五年 在过去 我们是处于第一次工业革命 以蒸汽机为主的特征工业革命 以及第二次工业革命 以电器化为特征技术的年代 再来是信息化革命 我们现在进入到 以人机器和资源自能复联的 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 在十四五规划期间 我们必须抓住新工业革命的势头 而且领先新工业革命 同时国际环境也变化 过去的国际环境 中美之间 它是合作伙伴 在十四五规划期间 很可能中美成为竞争对手 这个势头会继续存在 甚至会加强 所以面对这样的国内 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 我们要高质量发展 总的原则当然是新发展里面 所讲的创新、协调、立设、开放以及共享 但是在发展规划的时候 要实现这样的原则 同样是按照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 但是考虑到中美之间变成竞争对手以后 我们不能被人家卡脖子 所以有些战略型的产业 我们国家一定要去发展 发展战略型产业相当大的责任是中央的支持 我们地方要跟中央配合 在发展战略型产业的时候 地方也可以用我前面所讲的导弹琵琶的 把那些由战略型产业形成的人才供应链的优势 结合当地的比较优势 来发展出有竞争力的新的产业 我想这是对这个题目的回答 第二个问到的是跟当前的情况有关 今年的新冠疫情以及去年开始的中美冲突 对十四五规划期间 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会产生什么样的冲击 尤其是这两年我们应该注意什么 我想高质量发展我前面已经解释过了 它必须是按照新发展理念的发展 必须是包容的可持续的 力设的创新的共享的协调的发展 这个应该是它的基本含义 全面有很多机会 比如说高质量发展里面要绿色发展 绿色发展有绿色产业 可以变成我们有竞争优势的产业 但同时必须用绿色技术 来改造我们的传统产业 高质量发展强调创新 新工业革命里面有很多的新产品新技术 属于短周期的这种泛道超出型的产业 我们有严历资本的优势 我们有大的国内市场的优势 我们也有在硬件的产业最取权的优势 在这种新工业革命在泛道超出上面 我们具有优势要大力发展 但同时也要用这种新工业革命的智能联通 来改造我们的传统产业 提高它的生产率水平 并且利用智能复通 来创造新的营销方式 新的业态 让我们的传统产业 能够把它的生产力 结合当前市场的需要 得到最大的释放 但同时也必须考虑到 这种新的工业革命 由于它的规模经济非常的大 一方面在国内必须是一个集团洞参 必须是区域协调发展 所以有经济系统发展 有长山脚 有长江经济带 有成余经济区 有珠山脚 有粤港澳经济区的集团协调作战 让各个地方的比较优势发挥出来 利用各个地方不同的比较优势来进行优势复复 形成我们有竞争力的产业集团 但同时我们必须了解到 这种新工业革命的规模经济特别大 实际上也不可能在每个技术上面 每个环节上面都靠我们自己发展 有很多新产品新技术会在发达国家发展 所以我们要结合他们的技术 所以像过去所讲的 聪恩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进行之间 这样的开放的思路 还是在十四五规划期间以及未来 我们必须继续秉持的原则 在这个过程当中 当然由于中美的竞争 美国可能会想抑制我们 在新工业革命上面的发展 但我相信只要我们秉持开放的原则 对美国兵来将党水来吐烟 但是对其他国家开放 那么中国要发展必须充分利用 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其他国家他们要发展 同样必须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 而且在这样一个开放经济当中 越大的经济体跟越小的经济体做比较的话 是越小的经济体在开放当中 获得的好处越大 我们现在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 已经成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我相信在十四五规划 或是最慢到第十五个五能规划的时候 中国按照市场为例计算 也很可能变成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并且从2008年以后 我们每年为全世界的增长贡献30%左右 未来我相信还会继续这样子 所以我们不仅是第一大、第二大经济体 我们是每年对全世界的市场扩张 贡献最大的经济体 所以在这种状况 我们坚持开放 让其他国家来分享我们经济发展的果实 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这样子 美国即使想抑制我们 在新公益革命上面的发展 但是其他国家 不会为了美国维持它自己的经济霸权 而牺牲他们发展的利益 所以我想这是我们在十四五规划期间 应该秉持的开放的颜值 当然我们希望美国继续跟我们 形成伙伴关系 利用中国的发展 来进一步发展美国的经济 我们也可以利用美国的经济的发展 来发展我们的经济 但是如果美国不愿意这样子 实际上其他国家 只要我们开放 我相信它会给我们一起 来共同抓住新公益革命 给我们以及给他们的记忆 这边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林老师 你提出来的新结果经济学 总结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经验 在现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 中央也提出要进一步坚持改革开放 你认为在十四五期间 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重点是什么 首先来讲 非常感谢你了解新结果经济学的它的起源 新结果经济学 确实是总结于我国改革开放的经验 包括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成败的经验 提出了一个新的发展经济学 被称为第三代发展经济学 这跟过去的经济学的理论 来源上一个很大的不同 因为过去的经济学的理论 基本上都是总结于发达国家的经验 他在总结发达国家的经验 提出他的理论的时候 他实际上是以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 社会、政治、文化、体制、结构 作为他的暗含前提的 那么发展中国家 这些暗含前提不存在 所以把这种理论拿到发展中国家来应用 经常会出现所谓淮南为局 淮北为直的问题 理论上讲起来好像很有道理 但是由于条件不同 杨赵南庄基本上不成功 所以他认识世界跟改造世界是两张品 而新结构经济学 是总结于发展中国家自己的经验 所以他的条件是适合于发展中国家 这也是为什么新结构经济学提出 唯成乃真知 提出知成一体 认识世界跟改造世界要统一在一起 新结构经济学实际上是这么的来源 所以他能够实现新结构经济学的理念 支成一体的理念 那么新结构经济学 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怎么样是包容可持续 提出的必须发挥比较优势 然后在有效市场有为政务的共同努力下 让它变成竞争优势 那么要按照比较优势发展 它的一个前提条件必须是开放的市场 所以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它市场的重要性 并且应该是在开放的市场当中 来引导企业做它的产业跟技术的选择 我国在计划经济的时代是赶超战略 去发展技术很先进 但不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 那种产业必须保护补贴 所以当时我们实际上是一个红笔的经济 改革开放以后 我们逐渐从原来的违反比较优势 向符合比较优势的这种经济体制去转型 在转型过程当中 从来我们推行的是渐进的双轨 而不是华盛顿共事所提倡的修科疗法 把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扭曲一次性取消掉 我们做的是老人老办法 原来的违反比较优势的这些重工业 国家在转型期当中 给它必要的保护补贴 所以我们可以实际稳定 但同时放开符合比较优势的 在80年代大多数都是一些 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准注 更加政府因事利导 设立工业园 改善基础设施 然后工业园里面实行一站式服务 改善营商环境 并且积极招商引资 把有技术力量的外商引进来 然后我们可以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 然后卖到国际上去 就是我们走的是一个渐进双轨的改革 在这样的改革过程当中 为了保护原来的这些资本很密集的产业 政府就对经济还有很多干预 那么这些干预是造成的各种扭曲 那么随着40多年的改革 我们基本上是在产品市场上面 基本上都换开了 但是为了补贴我们原来的这些 很比较优秀的产业 政府在要素市场上面 还有很多干预 你比如说金融 在金融上面 我们还有不少金融意志 压低资金的价格 来补贴这些资本很密集的产业 我们在劳动力市场上面也还没有完全换开 有城乡隔接的互籍制度 然后在土地市场上面也并不是完全流通 所以进一步要深化改革 来让中国组完从计划经济的单轨 变成计划跟市场的双轨 到最后寻成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 在这个体系当中 市场在资源配置上面取决定性作用 政府发挥好的作用 这种有效市场跟有为政府两支手 一起发挥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下一阶段的改革里面 重点会是在要素市场的改革 包括金融结构的改革 以及劳动力市场的改革 城乡体制的改革 还有土地流动体制的改革 如果能做好这些改革的话 我们就会变成一个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既发挥有效市场的作用 也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 让我们能够把各个地方的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 抓住新工业革命的机遇 让中国进一步发展 实现十九大提出的分量步骤 到2050年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 现代化的强国 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我们各个地方 以及全国倡下共同努力 北京大学新中国经济学研究院 非常乐意 携手各位来利用来自我国的新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来作为各个地方实践的参考 推动各个地方进一步的发展 谢谢